還說也是要做觀察 當然觀察是一定要觀察的 可是因為如果你不是做得很快 差不多都可以的 因為你看看鋼材為什麼要從這裡做上去 因為齁 我們餅要拿起來的時候 要順手 你前後不要這樣子拿 陣子拿可能會燙傷 你要完全性 對 拉到前面來 拉過來的時候 如果你從這裡倒向前 這裡一定先熟 這裡如果你這樣子拉過來 你怎麼拉 你總不能這樣子轉過來 對不對 你要從這裡拉 所以我們從這裡做上去 就是這樣的順序就是有一個基本的流程 還有它這個有高度 就是擠壓這一邊的皮 你也不要想說把它塞進去 平平的放著這樣 它會上來黏在一起 然後輕輕的放上去 它們就會先接在一起 對 對 一樣 上去 那會不會說 放太久然後它會燒焦 它餅皮會燒焦 燒焦是還不會那麼快容易燒焦 可是它顏色會越來越深 你注意看 這個餅皮 對 你覺得很漂亮 對 有個輪廓 很均勻對不對 對 為什麼能這樣子 因為我有擦乾淨 嘿嘿嘿 你聰明 我有注意上課 對對對 要擦乾淨 如果你不擦乾淨的話 你一風過來你就看到了 那為什麼 如果說我現在第一排 和前面這幾排 它顏色有深淺 是因為火時間控制嗎 不是 因為我們這個爐子 它很熱的氣流 它這裡 雖然你火是開一樣大 可是這裡的溫度就是流的比較高 所以你在做的時候 如果說 想要把它溫度再加回 快一點 升高一點 你記得 你火 你加這一排 這一排的火 對 你可以加大一點 這個你不要動它 因為這裡的溫度都比較高了 那如果說我要做到一個 很平均的一個品質的話 那是不是我前排的時間 可以比後排的時間 再縮短 這樣我可以做到 顏色會想 如果你在 你開始在做生意的時候 你可能沒有辦法考慮到它的鍋了 就是之後再做的話 漸漸才有辦法去拿一道 沒關係啦 那個 顏色稍微深淺 有一點不一樣而已 那都沒有關係 口感還是一樣好 對 還有你要注意 這個奶油餡 你要翻轉的時候 記得要稍微把它保護一下 不然整坨會掉出來 就輕輕的放著 就可以了 加 控出來的話 你可以再做 不要浪費 就是一個流程 然後讓它 不要去浪費它的空間 你可以 那像我這樣 這樣準備判斷的時候 它的紅豆筆是 什麼樣的時間點 是色澤嗎 還是說可以用 色澤 用枕去 色澤 色澤 顏色 你感覺它顏色很好看 很熟 就是說 你只要照這個順序再做 還有你拿起來 它才不會軟軟的 硬度剛好 那裡面都一定有熟 現在我們做到這邊的話 這個差不多應該可以了 記得餅要挑起來 使用好針 對 度的來說 把它頂在那個 那個模型的角落 直接一針到 對 然後整個一起挑選 輕輕的就可以拿起來 就很漂亮 對 做餅 不要挑太快 挑太快的話 顏色會越 太快的話 越來越白 那表示時間還沒有到 你所設計的 指定價 可以 這個頂 怎麼去使用 餅放的時候 放尺 這樣子 這樣子 一公斤的粉 做 45個 你在做的過程中 如果說 都不會沾鍋 記得 就不用再 再油拿來擦 如果說擦油 所以一定要擦乾淨 不然會 讓它有點皺掉 不需要 因為我們粉漿裡面有加油 它油有時候會沉到下面 它餅皮 就像這樣子 等一下如果說餅皮上面有白色的 點出現 這個是 那裡有殘留 油 油 它沒有辦法 它沒有辦法 充分的連在鍋子上面 所以它烘焙 這個地方都沒有烘焙大 所以 白白的會跑出來 你有沒有看到 我們在看人家在做紅豆餅 就是要用這個棍子的布 你看都是把殘留的油 再給它擦掉 對不對 為什麼現在教的這一招是同樣的 依序同工之妙 因為你要想說 讓它品漂亮一點 不要這個白點出現 不好看 我們今天做的紅豆餅 我們今天做的紅豆餅 大約就是這樣子 還有跟你強調一件事情 記得做特調的 奶油餡 就是這個特調的 克林姆 記得搭配的水量 油 煮的方式 這個一定要注意 還有這個 這種克林姆粉 這是用在 紅豆餡 收湯汁用的 甚至你以後做鹹的 鹹的時候你炒 比如說你炒蘿蔔絲 高麗菜 都有湯汁 你湯汁如果 滴在粉漿裡面 會粉皮 會不好看 所以你湯 炒好的時候 記得你可以用這個克林姆粉 來搭配 像是勾芡那樣子 讓你的鹹的料 餡 糊糊的 有黏性 你在做的時候 也不會掉的 滿個爐子都是 血蟹 怎麼樣 讓它能成為快 有些黏稠性 類似一個凝固劑 對對對 有些黏稠性 你比較好使用 還有最重要一點 你鹹的鹹放下去的時候 你的粉漿 才不會往你的鹹的縫隙裡面 跑進去 如果你跑進去的話 讓鹹的餡料吃起來 又浮浮的 口感不好 所以你事先 用一點粉 像勾芡那樣子 把它做起來 做起來的時候 你那個餡料 就可以比較有整體的 那是說 筷狀啊 我們的粉漿 就不會跑進去了 那今天就為你們介紹到這裡 謝謝 謝謝各位客戶 祝你們創業成功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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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